自动驾驶 坐一辆自动驾驶的自行车 Hello Qubic 可以称到微透明小电视 嗨大家好我是黑军 好久不见 你现在的工作是什么样子的 你现在的工作是什么 我现在是在街上产品县 这边升腾部门 做一些就是 AI算法 对跟边缘计算相关的一些工作 我做的是 因为我们公司也提出几个跟技术的概念 包括芯片包括操作系统 然后包括AI框架 AI框架就是我正在做的事情 大学的时候一直在参加各种比赛对吗 对本科开始做的 因为我家里条件其实小时候也不是特别好 大学才开始有自己的电脑 然后大一可能学了一些装业课 像C语言数电膜电 电子类跟计算机相关的一些装业课 但是可能会有很多和你那样挑战的一些同学 他们可能跟你选择同样的路 但是没有你今天的这样的一个 大家被大家所认可 所以你觉得你跟他们之间的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兴趣热爱是第一位的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执行力 还远没有到平天赋的那个阶段 特别是搞技术的 肯定从前会遇到很多困难 就是你之前是没有考虑到的一些东西也好 还是说各种经济障 包括你自己动手能力方面的一些缺失也好 就是如果没有热爱的话 你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但有热爱你会想办法去考虑多次 那你在技术上面曾经遇到过什么难题 是你花费了很长的时间都没有办法克服的 技术难题很多吧 特别是我做的这种技术领域也有特别广 大家都说我是全战占一出工程师这种 所以肯定会有很多的困难 但是其实工程上的那个困难都还好解决 它只是一个熟能生巧的一个问题 只要你做的够多够熟练 那你那个实现的效果肯定会越来越好 但是理论层面的就像我视频里面说的 我这底层的那些数学跟物理原理的这些东西 这个是你不去钻研 不去把它吃透的话你就永远解决不了 肯定是要投入很多资源 然后当然会有一些那个凭运气的成分 但是如果说你不去做好准备的话 这个运气肯定不会见到你头上 你刚才提到说你遇到困难之后 会找到一些行业的一些大V去帮助你去解决 那你现在有跟华为的这些大V 有保持很频繁的一些交流吗 有啊像我是在公司的那个就是DMP的那个 那个主群里面就技术技术管理委员会 大概是这样一个小主群 然后所以我的导师也是我们这边升腾的首席嘛 交流的氛围是很好的 而且华为没有给我们设限 你可以随时去找到各个层级你需要的人 就是能够帮你解决问题的 这点是非常好 在你眼中万物互联的这件事情是什么 对这个很多科幻电影里面 其实已经展现出来了 就是万物互联 我们现在最火的就拿我们自动驾驶来说嘛 就是现在有一个V2X的这个概念 就是车辆连接所有 就是它可能跟别的车辆可以相互互联 跟人之间的交互可以有更多样的 然后它跟整个城市整个智慧大脑 之间可以有各种互联 所以就是以后比如说我们去想要到某一个目的地 你就只需要在手上去预约一辆无人驾驶的车就可以了 然后我会帮你收好整路程其实的路段 然后你可能也不用再去等红绿灯了 因为所有的这个车辆的运行 都是在整个大脑的调度之下去实现的 然后包括那个万物互联IoT方面的一些应用 就你可能在购物啊在教育啊 然后甚至在以后的我们工作方式 都会有很大的改变 没有齐 手机肯定就是用的最多的嘛 就是我自己做的开发版 那上面也是话 玩音乐 弹吉他吹口琴 挨摔影 画画插平方球打开 要有信心吧 星光不问改路人 然后睡觉不复有心人 还是坚持肯定可以看到比较好的节目